本集就繼續有 新進練馬師丁冠豪、Jimmy 留在這裡繼續跟我們聊天 謝謝你 大家都知道你是熊富士出身 是嗎? 是 不如又說 為什麼你會當時那一刻 應該是80年代的時候 87年 87年, 報名 去做賽事見習學員 是 為什麼你會對賽馬有興趣? 告訴你, 當時我對賽馬完全沒興趣 但你又會去報名 不好意思, 因為我讀書 成績不太好 也看到有這樣的機會 就讓我試試吧 初初進去, 其實我並不習慣 我也有想過給我這件事 但也是繼續嘗試 之後, 現在就是重點 但其實當時挺艱辛的 我也有聽過 因為始終我沒試過接觸這件事 是… 而且早上也有一個比較艱苦的神操 叫做人的神操 就是人的操練 操練 對 又沒接觸過馬匹 始終是一種新的東西 所以開始時, 初初無法接受 但是過了一個星期之後 也在繼續嘗試之下 也能接受到 然後就開始喜歡這個行業 說回你當騎士的時候 有沒有哪些事 或者贏哪一場賽事 令你最難忘 最難忘一定是實業加贏 打比預賽 因為始終是我生涯裡 唯一一場的一級賽 其實那次是很幸運之下讓我跑 因為先頭是… 一個星期之前也沒有我跑 只不過是阿簡和騎士鬧了之後 他很好人, 給了我機會 你剛才說到賢Sir的賢秉詞 其實他曾經在一個公開的平台 表揚你 他說你是他最疼愛的門生 為何你這麼令賢Sir寬心 就是伊容金超 我想你又問賢Sir比較好 你知道 你知道的 你平時跟賢Sir怎樣相處 其實他好像我另一個爸爸 其實他真的很疼愛我 其實你說人們看到他經常罵人 或者… 但他只不過是想你好 他不罵你的時候 即是說他已經放棄了你 所以有時候… 不要怕被人罵 有時候是… 自己經常想想他罵你 是為什麼要罵你呢 他是否為你好 還是無理取罵 但是賢Sir一樣好就是他很少說無理取罵 他真的想為你好 其實在他身上你學到什麼呢 第一件事勤力 第二件事就是要不斷去學習 不斷去令自己進步 其實我在他身上就是… 我進去的時候他已經是世界冠軍電話師 他從我進去到我離開的時候 他的操練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他是因為他做完世界之後 他停了一段時間 他做不到冠軍 但是他也不斷去看別人 譬如後來來了賓康、外輪 他也去看別人的操練 看別人的操練 看別人的食料 他也不斷去進步 所以他也是在臨退後之前 可以再做一個戒本軍 所以在他身上有學到就是 你不要想著自己成功之後 就停滯不前 你要不斷去尋求, 即是突破 怎樣可以令自己再做得更加好 就是你要不要原地踏步 永遠都要去學新的東西 令自己進步 他這麼疼你 你做到練馬師 他是不是立刻打電話來恭喜你 是, 他是第一個… 第一個打給你 第一個打給我, 恭喜我的 談話內容裡面 他有沒有什麼份事來呢? 除了恭喜之外 第一件事就是沒有囂張 第二件事就是勤力一點 用心一點去做 以及跟馬主溝通好一點 我知道15對你來說 其實挺特別的 我是十五歲…之前不是入博會 我十五歲報名 做了十五年騎師 做了十五年負鏈 我讀了十五年書 不過說一句 其實你做負鏈做了十五年 但其實平常做騎師 你這樣說很威風百年 那為何無緣無故打算退居幕後 其實我不是無緣無故的 是我在掛虛之前的幾年 其實已經開始想了 因為簡Sir是2003年會退休的 我最大的支持, 馬房就是… 我頭, 簡碧智先生 但是我在想, 因為那時候的騎師 不是說現在只有二十幾個 是說四、五十個騎師 當然是五十生 你會很難去找一個支持 所以… 掛虛之前幾年 就開始去外國學一下東西 或者馬會有什麼課上 都會去上一下 先去增值自己 所以到了2003年 當我選擇退休的時候 我就有嘗試去派做座鐵物施 其實退居了幕後 當時那一刻的深情 會不會很糾纏? 那又沒有, 這是什麼? 很多時候, 我有時候… 那時候有沒有掛著跑馬那段時間 那種, 我又沒有 沒有, 我覺得人生重要是第二階段 你想想以前也沒用 那不如向前忙就好了 因為我看你好像挺喜歡運動 到現在, 你成為練馬師 你還繼續幫忙操馬 我操馬, 我也有多資訊 跟馬廚說 或者我多點資訊給我的下屬 馬究竟應該是怎樣拆旗 或者他有什麼脾氣 我覺得會比較好 但始終擔任副鏈 其實已經15年了 有可說一下, 跟過哪幾個馬房 其實我最初是跟許兒 當許兒沒有牌牌之後 我就跟了鄭俊偉 然後就是呂劍威 最後就是三雜成 四個 也有不同的特色 是不是已經吸收了? 其實別說全都學了 只不過是多了知識 當那隻馬需要用什麼操練方法 你就可以想想之前學過的東西 能不能用到我的身上 其實很想問 做負鏈的時候會不會很辛苦? 其實最主要是負鏈 就是你要幫一個練馬師 幫他管理馬房 還有你行他的指示 最主要是你是他的副手 你不可以跟練馬師對著幹 你是聽他的指示 他如何盡量安排好做好的指示 其實我的意思 會不會經常會有很受氣的時候? 直接問? 也不會的 不會 除非你做錯事 你不做錯事 他其實也不會還給你受 但我知道Jimmy自己本身是很勤力的 你也可能不定時地去到外國方面 會做訓練 或者去不同的馬場看馬 其實是否學到可以分享有關的經驗 其實每個地方的操練方法都不同 澳洲的跟香港的操練模式差不多 但是也可以看看別人的操練模式和食料有什麼不同 外爾蘭或英國始終跟香港的操練模式不同 它不是在圈上操的 它是操斜路的 而且是比較印象深刻的就是去年去過AP奧巴人的馬房 馬房真的很漂亮 一條是仿照Cura的跑道 一條是仿照葉芯打鼻的跑道 亦都是他們每天都會檢查馬匹的心跳 馬匹的狀態 他們從心跳看到馬的心跳的回復率有多高 而決定覺得馬的狀態有多好 其實我覺得這些東西跟運動員一樣 你想想現在的運動員 你想踢球也好, 跑球也好 他們都會檢查心跳 一直檢查心跳 讓知道更多資訊 好了, 我們每集都會問一問嘉賓 其實在貌兄這麼久 是 有沒有哪位的人是你最想感謝的 那一定是簡Sir 我從入馬會, 他真的很照顧我 他亦很支持我 我贏的頭馬數字, 九成都是他給我的 他亦幫我做了很多事 有時譬如, 我有時試過一年做錯事 他踢走了一年 他亦很願意接受我 我後來也… 他可以說是另一個爸爸 亦是恩師 也不可以說是恩師, 我就當他爸爸 那你真的要好好考驚 是的 今集我們非常開心 能夠邀請Kimi上來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無論如何, 希望你新櫃順順利利 謝謝… 感謝你 感謝你 謝謝… 旁邊有君哥 最後200多米 加州福星透出 看到這個時候 盛德威逐步蠶食上來 再在裡面放位 君哥也追緊 外面有利共賞 最後100米 盛德威已經脫泳而出 贏緊這場特首輩 跑第二名, 君哥 都會追緊這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